记者蔡亚化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幕僚黄敬盈,日前因协助艺人腿志员拍摄《幕耀四超玩》节目《一日幕僚》而爆红,成为受欢迎的学子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质金被媒体问道,自家人党中央秘书长洪耀福之言姚满弱化的,姚文质说, 他跟幕僚讨论一下,因为少了一个学子,他也要努力寻找学子、学妹,号召更多年轻人加入团队,并按照节奏持续努力,争取选民支持洪耀福佐与媒体参序,先是表示看起来丁手中很弱,但也坦言丁手中,姚文质都满弱化。 今日将邀遥总部干部开会,出政策面,也要讨论组织面,活动面如何调整强化。 姚文至今早参加混居型社会住宅,青年创业空间。 补党党产的未来记者会时,被问到此事,他幽默看待弱化事件, 姚强调过去这段时间,每周一二或五都跟党中央有会议讨论, 有时他亲自参加,有时干部代表,都在密集调整。 姚文志还说,他跟幕僚讨论一下,少了一个学子,柯文哲得到蛮多加持, 因此他也要努力寻找学子、学妹,让更多年轻人加入他们。 党中央与议员也会在这个脉络之下,按照他们的节奏滚动式检讨,持续努力。